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and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的大众占卜的题目是锻炼的汤 心里还在意着我吗? 台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由左至右 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 还没有选择好的话 请先按下暂停 已经选择好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今天宇宙透过塔罗拍中 所想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来看到选到第一组牌族的朋友 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 你目前在对于说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的留恋 是如何呢? 好,那这段话 艳阳所为大家抽到第一张牌 好,那看似乎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在目前呢 对于说这个人的留恋的话 艳阳可能会分几种意思 那第一种的意思的话 有可能在目前的你来看 是比较还没有办法完全去放下 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原因是 可能是回忆 或者说你身边可能还是会出现 跟他相关的人事物 又或者是说你依然还是在你们两个之间 有共同回忆的城市 共同回忆的地方 一起努力的在工作 或者说一起努力的在生活 虽然跟在人之间 目前是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 或者是说跟在人之间 是已经没有太多的联系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 还是容易会触紧伤情 或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容易 因为碰到了这些的人事物当中 还是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导致于说 让你是比较没有办法 去抽离在对说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说还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去抽离 在对说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熟悉的状态 所以你有时候在碰到这些的人事物当中 或者说碰到这些跟他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还是依然会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剥连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有可能在目前呢 你可能还是蛮容易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回忆里面 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这个人本身 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或者是说你们这个人本来呢 在对说自己的人事物 或者说自己曾经所珍惜 所珍视的这些的事情 这些的人的话 你依然还是非常的在意的 所以就算他已经不在你的生活当中 又或者是说他与你之间 是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 或说没有任何的联系 其实在对于你来说 依然还是非常的想念 或是非常的在意这个人 就算你很努力的不要让自己去在意他 或说很努力的让你自己 不要在意想着这个人 可是呢 你这个人的感性是比较强的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比较知性的人 所以呢 你还是很难的可以去放下 在对说这段感情 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感受 或者说在对说这样的关系 或说这样已经离别的人事物 你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坦然的 去放下去面对 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讲的话 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回忆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枷锁 或者说是一个 另一个的束缚 或者说另一个牢笼的状态 好 然后这边的话呢 好非常抱歉 好那这些话呢 我们来看到在对于第三种的话 那这些话就有可能 目前的你们其实已经很努力的 想要去放下在对说这个人 那这边的话 有可能你一直以来还是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 缅怀过去 或说有的时候你是 还是会想到 曾经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过往 那么再对于你来说 其实你还是会有时候会想说 如果说曾经没有遇到那样的事情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改变 或说曾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或者说这样的过程的话 那这段关系是不是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呢 在对于你们来讲 本身在看待于 或者说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 心中难免还是会 会产生出一种 如果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有时候 你们心里面还是会对于说 这段关系是有一种 矛盾的心态 矛盾心态是在于 你其实心里非常清楚 是已经必须要离开 可是这段关系的这些种种回忆 又会让你不自觉的陷入在这样 没办法自拔 或者说不想那么轻易的离开 或者说不想那么轻易的去放下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看到为大家抽到的第二张牌 好 那这样的话 所谓大家抽到的是十之国王 好 那十之国王呢 看似乎在对于你来讲 现在啊 你们还是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很想念曾经跟他相处过往的 每一个实际上相处的情况 例如说他曾经跟你说了什么样的话 或者是说曾经握住你的手的那一刻 或者说曾经跟你拭目相对的那一刻 或者说曾经一起跟你做什么样事情的那一些的 事情的瞬间 或者说那些时光的回忆 又或者是说在对于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 曾经你们所投入的金钱时间 或是我们曾经所为这个人做出的疯狂的事情 对于你来讲 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放下 或者说很难以去释怀的一件事情 一个人 所以杨阳会觉得说 失误在选到这组的你们 你们呢 在你们心中 其实在对说这个人的话 会产生一种很莫名强烈的熟悉的感觉 在当初的时候 你们对这个人就仿佛好像找到另外一个自己 或者说会不自觉的对这个人感到有一种很安心 很放心 或说会不自觉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稳重 会觉得这个人是值得信赖跟信任的人 所以因此呢 在对于你们来讲 本身在看待或者说想到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们会放不下的是你们自己 你们放不下的是 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遇到像这样子 能够让你们这么能够去放心 或说能够让你们这么能够去享受 在面对说这段关系当中的 当下那种具有让你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 或说让你感觉是非常能够去做自己 这样的一个氛围 并且呢看起来 在组的你们有一部分或许跟这个人之间曾经是有一起共事过的 或说曾经在对说某些的事情上面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你们的话题非常多 或者是你们曾经在生活圈当中可能不一定是相同生活圈 可是你们好像仿佛经常会容易遇到彼此 或者是说你们陪伴了彼此之间无数个孤独的夜晚 所以说当身边的人都无法陪伴你的时候 反正是这个人曾经陪伴你最多 所以才会让你自己在对说这个人或说这段关系 是很难以去放下 很难以去释怀的这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人曾经让你度过许多 让你避免度过许多孤独的夜晚 好 那我们看到下一张牌 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时机启示 好那看其实这边都抽到的是跟时相关的牌 所以表示说 其实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过往的话 看来你们其实对于说这个人呢 不在乎 除了对于说这个人是有一种很莫名的熟悉感 或者说觉得这个人是值得信赖 很有安全感的之外 然后或者是呢 这个人本身所带给予你稳重 或者是说具有值得去信赖的特质 或者说让你们会觉得 这个人这段关系是很值得托付的一个人 所以对你来讲 曾经这些的种种的话 是已经成为了你心里面的一个枷锁 或说是一种很没办法去让你脱离的束缚 然后在这边如果说抽到时之启示的话 那其实就意味着说 虽然关系曾经你们真的相处了很久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在这一段的过往当中 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陪伴彼此 或说花了很多时间去多认识彼此 或说花更多的时间呢 陪伴着两个人之间曾经的种种 所以因为这段关系是慢慢去建立起来的 这段关系当中因为它的根基太深 或说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感情的基础 是比较深远深厚 并且是比较坚固的 所以有可能很强烈的原因 很强烈的可能性就是 在这族的你们 可能你们真的认识了还蛮长一段时间 至少有半年以上 那如果说是低于半年以下的人的话 就代表说 有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话 因为对方的那种成熟的感觉 不管他这个人本身成不成熟 但是他所带给予你的感觉 那样的氛围 就是觉得这个人是值得依赖的 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去更进一步了解的 或者说觉得这个人呢 是值得可以再去更深入 去可以仰赖着他的 就是说你们会不自觉 想要去多这个人 有更深入的发展跟接触 或者说你们会不自觉的 会想要多去依赖这个人 或者说想要对这个人撒娇 或者说希望呢 可以多待在这个人身边 那这种跟一般的感 一般的爱情感觉就不一样 因为你们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 只要待在这个人身边 你就觉得就算没有讲话 或说没有一起做什么事情 但是只要待在他身边 就会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或者说就会觉得 很有一种 很放心的感觉 所以这种感觉就仿佛好像会 让两个人之间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会不自觉想要投入更多 或者说你会不自觉 把两个人之间的未来想得更深远 会规划得非常的多 所以这组的你们的话 其实在本身你们 对手传观中的留恋 是不是看起来是因为 这种相互吸引的氛围 或者说这个人特质的氛围 让你会一直不断地陷入在这样的 一个漩涡里面 或者说这样的泥沼当中 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收符合 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族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看说断连中的他还有在意者女吗 好那这的话 炎炎为大家抽第一张牌 第一张牌的话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前帝国王 好那看失误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呢 目前戴人中的他的话 其实他自己本身在对于 自己的身边的人数当中 他是一个比较会喜欢 想要是在自己能够身边经常碰到的人 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容易把自己的专注力 放在自己比较容易可以遇得到的人的身上 所以似乎在这个人心里面的话 除非你们两人之间的联系 曾经的联系 或者是说曾经在这段关系当中 所经营一起相处的时间性是比较长的 并且比较经常容易见得到彼此的话 那么在对于他的心里面 他就会深深的容易记住你这个人 但是如果说你们曾经呢 这段关系当中可能是网恋 或者说比较少见面 甚至是远距离的话 那对于他来讲 两人之间的羁绊其实不够深的 两人之间的回忆 两人之间的感受跟感觉 并没有如同他心中所想的 能够那么把他的专注力 助力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 或者说放在你们两之间的 这一段的关系当中 所以特别如果说在 对于说我们想到这段关系的话 而且我们两件事现在已经断联了 所以他其实会把他的专注力 比较容易放在他自己本身 目前现在身边的人事物当中 所以无论你们曾经过往 到底已经经历过多少 或者说曾经有多少的羁绊 那以目前他来讲的话 专注力他会比较容易放在身边的人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就比较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想到你们 那当然如果在当他可能觉得一个人 比较无聊的时候 或者说比较没有人可以陪伴他的时候 又或者是说他身边的人 可能对他的态度是比较冷漠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不容易会去想起你们 可是杨阳会觉得说 在对于我们抽到这张牌的话 那其实有很高的几率是 这个人呢 他本身比较不容易在对已经失去的人事物 会有太多的留恋 或者是说也不会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有一天 当你们真的恢复联络的时候 那杨阳也相信 这个人他在对待于你的态度的话 其实应该也不会到太差 原因就是在于 他觉得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呢 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 或者是说算是会有一种比较深厚的情谊 又或者是对他来讲 俩之间的关系中的相处呢 会让他不自觉的想要再去 更加的去了解 或者说更加的去接触 你们俩之间的这段活意 他会愿意呢 在跟你之间恢复联络了之后 那么他会想要尝试看看 再去多深度了解你这个人 或说他可能会想要去多关心你 曾经在断连断期间你过得如何 会想要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 不一样的心态 来跟你互动 来跟你相处 然而呢 再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来看的话 那现在目前他的话 嗯 俩人会觉得说 其实在他身边 现在应该是有其他的人有陪伴他 但这边其他人的话 我们并不一定代表说是指爱情 有时候可能是他的同事 或说他的朋友 或者是说他身边的亲朋友 就是说他的专注力的话 他会比较容易放在 是能够实际上遇得到的人 那当然如果说曾经这个人 我跟你提过说 他是能够接受远距离的 或说这个人他是比较 嗯 情分是比较淡的话 那其实对他来讲 现在他的状态呢 本身是蛮重情义的 或者说他现在其实生活中的状况 算是还蛮稳定的 如果是其他现在本身在对说 谈感情的这个部分呢 他其实是蛮注重所谓的安全感的 所以呢代表说 这个人他在关系里面的话 目前他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或者是说目前的他变得非常的比较不一样 跟以往他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比较不同的 好 我们来为大家抽一下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的话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4 好那宝剑4这张牌当中呢 就代表说其实现在目前有很高的几率是 他可能现在在对于说谈到你的这件事情 或者说想到你的这件事情的话 他是可能比较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或者是说他现在或许真的在他身边 是的生活中已经比较稳定了 或者说他的感情状况呢 也不太需要让他花太多时间去烦恼 或者说他可能现在本身也不太需要去谈感情 诸如此类的 因为其实这边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个案的状况 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以一个大方向来说 那目前这个人他在对待或说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 其实他想到你这个人呢 他的情绪上面的波动是比较小的 甚至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回忆而已 不过后面我们可以展看看说 对他来讲你们两支间的回忆究竟是如何 因为如果说我们再以第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对他来讲 或许曾经的他也有在乎过你 或说曾经的他在对说这样关系 他对说已经断联了 或说两支间已经没有联络了 那他可能会觉得有种后悔的感觉 或说他会觉得有点可惜的感觉 或说他可能在对说这样子目前状态的话 他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呢在以他的角度来讲呢 他还是会专注在说他目前的生活的人数当中 而且如果说再以目前来看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 若有一天我们这种夫妇联络的话 他会想要跟你这个人会有更多的好奇心 想要去了解你曾经在对待期间会如何 可是如果说是我们现在以目前这阵子来看的话 其实有蛮明显的讯息就是 他这个人因为他比较专注在说 自己目前的生活当中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他就也不太会花太多时间去想到你们这个人 那理所当然如果说在这一阵子 这一段期间 如果说你们这些恢复联络的话 那他对于你的态度先还是会以一种比较平稳的 或者是说比较平淡的或者是比较没有太多波动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 那这个人他曾经在跟你们互动的过程当中 或说曾经快要锻炼的那个时刻 那个时期的话 其实那阵子看起来他的心情蛮不好 然后那阵子他的心情 他的状态可能是比较混乱的 是比较没有是像一般平常一样那么淡然的就这样子离开 会比较像是一种当初你们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是有一些的事情 而产生于说让两人之间的情绪是达到了一个比较愤怒的点 或者说两人之间的情绪是在一个比较不舒服 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状态是没有到那么的好的方式去分离 或者说去分开 或者是说让这段关系保持距离的那样的一个决定的那个事情 那样的情绪 所以现在他其实在对于说你们两间断联了之后 他反而在对于说这样的一个感情 他会想对于说你这个人 他会想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想要让自己不要再花那么多的心思 受到这一段关系当中的影响 那当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 那反而会让他能会用一种更严谨的态度 或者说会用一种更加的去强迫自己去放下这段关系 心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态度 来去让他自己不要再想到那么多 那因为他总是会一直不断去催眠他自己 不断去告诉他自己 所以呢反而让他现在在对于说这段关系 对于想到你这个人的话 他的态度上面就会显得比较平淡 然后就是不会想要有 如果因为这时候如果说你们都一直有想要主动的 吸引到他的注意力的话 那仰仰不得不说 你们吸引助力的这些的功夫 或者说你们其实你们一直所做的这些种种一切 其他都感受得到 可是对于他来说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目前来看 他现在暂时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现在呢比较难以可以让他真的下定决心 想要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 或者是说让他比较难以有下定决心 想要跟你们再一个更进一步的 恢复联络的这方面的想法 所以现在其实与其你们一直期待的希望说 他赶快付出行动 那不然其实你们应该要想的是说 我该如何去调整我自己的脚步 我该如何呢让我自己的心思比较 不要再受到这个人的波动 或者说我该如何在之后 他面对我的时候 我要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去面对他 那这样的话其实反而在两只 去利用两只间比较没有联络的这段期间 去让彼此的心思比较沉稳之后 比较成熟了之后 当再一次的遇到彼此的话 会能够用更成熟的方式 来去经营这一段 好不容易回来的一个断练的关系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我们所抽到的是魔术师 好那魔术师呢 就如同刚刚杨阳前面在所提到的 你们两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刚好可以用现在 可能已经没有联络 或者是说两之间现在比较没有互动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两之间现在已经没有相处的情况 或者两之间已经没有比较没有联络的 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先让自己的状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形 或者说让自己的状态 比较不要再受到那么多的人事物的波动 让自己变得更不一样 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让自己呢 从外表啊到内在啊 都有所改变之后 其实会反而能够去吸引到这个人的注意力 因为其实现在他的生活当中的话 我们不能说他多彩多姿 所以我们抽到魔术师 然后仿佛他是多彩多姿的 但如果说我们是以套用在今天的题目当中的话 其实杨阳会更加认为 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会想到 如果说当有一天两之间都准备好了 两之间都改变得不一样的话 那其中的关系当再次恢复联络的时候 那个火花其实会来得更好 因为如果说在以原本相同的性格跟个性 去跟对方相处的话 其实他也明白 也明确知道说 反而就是因为不适合 因为不适合才会分开 因为两之间就是很多地方需要再磨合 所以才会用分 所以后面两之间的关系才会分开 那这个分开也当然是因为 让两之间可以变得更加的成熟 可以变得更加的成长 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希望说 让这间关系是能够有所不同的话 那杨杨会希望说 其实在选到在座的你们要跟对方一样 先改变自己本身的样子 应该说自己的气场 改变自己的气氛 气质 或者说改变自己本身所散发出来的氛围 或者说你在面对说爱情的方式 有所不同的时候 其实会反而比较能够去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 或说反而是比较能够让对方愿意为了你 去之后想要去更加靠近你们 现在他也很努力的积极的去维持好 他目前的生活的情况 或说其实他现在也是非常积极的 努力的去照顾好成就他的生活 那但他也会希望说 当有一天两间再次恢复 连路恢复连气的时候 他也希望可以看到你的不同 看到你的不一样 因为他如果说有机会看到你的不一样 看到你的不同的话 其实那这样的话 也是能够去推动两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也会认为说 当时的你可能也不够成熟 那但也代表说 他曾经的自己也是不够成熟的 所以呢 现在目前以他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会更加希望说 你变得跟以往不同 或说你变得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 那你们或许可以去思考说 曾经在这种关系里面 对方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说 他希望你们变得是如何 那当然如果说 他希望你们变得那个样子 你们也喜欢的话 那你们可以去努力看看 可是如果说他希望你们变得那个样子 是你们不喜欢的话 那其实杨阳会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是 我们虽然喜欢对方 但是依然是要保留我们自己本身的 个人的特质跟特色 因为我们不能总是为了别人而活 不要为了一个人而去完全的改变 失去了自己原本的特质 那这样的话 其实终究有一天 当那个人喜好变了 当那个人他的态度变了 那是不是我们一切的努力 也会跟着付诸与流水 因为如果说 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不是让自己变成是 对方所喜欢的那个样子 所以杨阳还是必须要再次的强调 每个人呢 在对手追求爱情的话 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那样子 你最喜欢的那样子 让对方也喜欢上你 因为这样的话 对方喜欢上你也是真正的你 而且你会感觉到很快乐 好 那这件话是在我们呢 第一趴的部分 好 那杨阳来为大家抽我们的第二张 第二趴的部分 好 好 那这件话杨阳所为大家抽到的第二张 我们所抽到的是 恋人 好 那当抽到这张恋人牌呢 其实杨阳会蛮恭喜你 就是因为代表说 你们对对方的心中 其实确实有一席之地 或说确实真的还蛮重要的 好 那如果说你们曾经在这种关系里面 是真的有交往过 或者是说曾经真的是有高度 暧昧中的人的话 那就代表说 其实在对方心里面 他依然还是很想念着 或说很怀念着你们两人之间的 这段关系 可是哦 我们因为毕竟抽到的是恋人牌嘛 所以代表说 在这段关系 如果说目前是已经断联的 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那目前对方呢 他确实还蛮容易 会把对于你的感情 去对待别人 或者是说 他会希望找到一个 他的外表 可能是符合跟你一样的 类型的人 或者说他的性格 是也跟你 的状况是比较类似的 也就是说他可能很容易 会想要把跟你很类似相像的人的话 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或者说他会不自觉的 让自己的心思 去对于说那个人 会有更高的期待 那这是一种解释 那另外一种解释代表说 这个人他其实心里面 依然还是没有放下你们 他心里面依然是非常的期待 希望说这种感情 如果说有一天 真的恢复联络的话 他会想要在 让两个人之间的缘分 变得更加的深远 更加的深厚 或者说会让两人之间 是有更多的连结 那这边如果说 在猎人人牌部分 本身还能够的含义呢 就代表说 他会想要跟你 好好的沟通 好 那如果说 他是真的很希望呢 想好好的跟你沟通的话 代表说 他本身在 想到这个缘分 这段关系 或者说已经锻炼这个状况 他的内心里面 其实是比较不好受的 或者说他的内心当中 其实也是 蛮想念着你们 或者说蛮希望说 转感情 转关系 是可以有不一样的 一个结局 或者说会希望说 转关系是 能够让两人之间 有机会是能够 触息长谈 希望让两人之间 都是能够把原本 可能在对说转感情当中 的一个误会 或者说两人之间 本来就应该要 讲开的一些的心事 是能够说出来的 那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似乎在对于彼此来说 其实看起来 他确实曾经有 对于你的感觉 是蛮不错的 所以也才会让他 自己本身在 目前已经断联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会感觉到有一种 他很想 很想跟你们沟通 或说他很想要知道说 你们目前的近况 会是如何 所以如果说 当初的这张恋人牌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知道说 确实你心中 所想的那个人 他真的蛮在意你 那这个在意的 感觉的话 里面其实是有 包含到爱情的成分 或者是说 其实也是有 包含到 他自己在对说 这段感情里面 他的期望 他的期待 是什么 那这件话 也还是会觉得说 蛮恭喜选到 这种你们 就表示说 你们曾经所做的 任何的努力 或是你们曾经 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们所希望 可以拥有的 那一份感情的话 它却是存在 那只是比较可惜的 原因是在于 目前你们两支间关系 是真的处于 在一个断联的情况 那如果说 真的有一天 恢复联络的话 或许两支间 如果说相处上面 是还不错的 那对方 其实或许就会有 很高的几率 会希望说 可以跟你在 迫近重圆 或说可以跟你在 再续前缘 让两支间的缘分 是能够变得 更加的深远 更加的深厚 让两支间的缘分呢 是能够再有 更多的连结 那这件话 其实 杨阳会觉得说 这组的你们啊 如果说曾经 可能或许有的人 是同志的关系 如果说是 同志的关系的话 那杨阳会蛮 恭喜你们 就是说这种感情里面 确实它是有 存在爱的氛围 对 那只是如果说 你们喜欢的是 异性恋的话 可能还需要再做个 更深度的参谱 才能够去确认 究竟对方 所对于你的感觉 跟氛围的话 是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说是同性 同性喜欢上 硬性恋的话 那其实在 关于性向不同 可能我们在解释的地方 还是要稍微有点 不太一样 好 那杨阳会大家抽 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 话我们这边 所抽到的是 权杖八 好 那权杖八 杨阳会认为 其实应该或许 有很高的几率是 对方或许他现在 他可能考虑要跟别人交往 考虑跟别人在一起 因为我们现在是断练 那可能一般来说 那我们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对方他想要主动来找你 他希望说能够跟你再去前沿 或说他会希望 能够跟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结局 是可以来个不一样的 可是如果说 当初现在这样的牌 杨阳会认为 或许有很高的几率是 对方他现在应该身边 是有其他的人选 对因为实际似乎看起来 这个人呢 他目前 本身在对说情感的部分 他是 他是蛮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说 他其实是现在对于感情 是可能比较有一点的 感觉跟氛围 对所以在你们两之间的 这段缘分 关系里面的话 看来其实是有一种 可能比较难去推动 推进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如果说 对方本身他也是爱着你 或说喜欢着你的话 那代表着其实对方 他还是蛮希望 是能够跟你们两之间的缘分呢 再续前行 想要跟你们两之间就是 再次有更多的恢复的互动 或者是说联系 好 我们看到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 话中间所抽到的是权权五 好那权权五呢 这边就代表说 在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这段关系的话 我想到你这个人的话 其他的心思里面呢 可能是会有一点 比较混乱啊 或者是说 他可能会比较 有点犹豫不决 因为当如果说 我们抽到了权权八跟权权五 就代表说 其实这个人 他在本身对于说 自己要不要去行动 自己要不要去做 或说自己要不要去 完成某样东西 去执行某样 某件事情的话 他其实心里面是 蛮挣扎的 是蛮犹豫的 那他其实也是会有一点 不太感真的完全是 要怎么做 那才是最正确的 因为其实事实看起来 这个人 他在想到这种感情 想到你的这个人的时候 他心里面确实很在意 没有错 可是他确实也蛮怕 他是有一天 真的太快会见到你 因为他觉得 可能现在目前两个人之间 在对于说 要不要见面的 这件事情的态度 跟想法上面 是比较不太明确的 或者是说 他在对自己 目前现在的一个情况 一个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 他还是没有办法 完全的去下决定 所以表示说 在以他的角度来讲 两个之间的 这一段的关系 可能还是有点物理看花 或说他可能 还需要花更多时间 去摸索 去探索他自己的心情 有的时候 人在对于说 自己的状态 虽然有时候 明确知道自己要干嘛 或说可能有时候 真的明确知道 自己的真正想要是什么 可是当有一天 真的面临到选择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让自己 不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或说会反而让自己 会容易的去躲起来 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上面 是还没有准备好 才让这段关系 可能容易会有一些 去做出一些 可能会比较错误 会被自己的心情 容易牵制走 而做出错的决定 那我们先给大家 特别讯息好了 就是说我们来看看说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嘛 这个人现在是不是有可能 是已经有跟别人 有想要在一起 或说是已经跟其他人在一起 这种另外一份缘分的关系 那这边我们就给大家 两个选项 我们来问问看 天使神域卡 告诉我们说 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呢 他目前现在是不是有 其他的对象 他现在身边 是不是有其他的对象 好 请大家静大心来 选择让你们觉得 最有感觉一组 只能选择一个 不能选择两个 这就是四根否的答案而已 好 那如果说还没选择好的话呢 就请先按下暂停 那如果说已经选择好的话 我们从左边的开始 左边花囊分所抽到的是妥协 妥协那代表说 其实现在目前这人身边呢 确实有其他的对象 而且看来似乎 他算是蛮主义那个对象 所以就可以表示说 刚刚我们前面所抽到的 恋人牌跟权杖8 代表着这个有点像是说 在讲的是 他对那个人的情感 那可能他在对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见到你的话 他是还没准备好的 他的心情上面是比较混乱的 就是我们出现权杖5的这个部分 好 看看右边的朋友 因为我们这人所抽到的是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担心代表说 你心中所想担心的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没有发生的 或者说你其实也不太需要想太多 所以代表说 这个人他目前呢 在他身边其实是没有其他的对象 或说他跟那个对象呢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情感 所以目前看起来 其实有可能很高的几率是 他现在目前还是单身的这个状况 好 这是我们的补充加码的这个讯息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来看看说 关于我们第三趴的部分 来看一下说 对方还有没有在意 你还有没有在对方心里面 他还有没有在意你呢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王牌 那权杖王牌呢 代表说其实在目前对他的角度来讲的话 权权会觉得他其实会蛮希望 自己是能够用一种新的方式 不一样的方式来去面对你们 来去处理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 他会比较希望说 能够去跳脱原本在这段关系里面 可能已经打结的那个部分 或者说两人之间曾经在 对说这份感情里面 可能是比较一直都没办法去 面对接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或许就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人他会希望两人之间在 对于已经没有联络 或者两人之间的交流上面 是比较没有那么密集 那么密切的这样状况之下 反而是能够让两人之间 原本可能比较乌烟瘴气的氛围 或说两人之间可能原本比较 情绪上面比较有太多波动的 那样的一个状况 是能够有所的释放 那这个人的话 其实他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或说未来的日子当中 能够用一种不一样的角度 不一样的心态 来去看待于你们两人之间的 这段缘分 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的感情 那这段感情的话呢 好吧 我们就来看看是给予会员的讯息好了 我们就来给予会员的讯息看看说 你心中所 就是一般的付费会员的讯息 好我们就来看看说 你心中所想的那一个人呢 他目前 他目前 对你是什么样的感情 对 好这是给我们一般的付费会员的讯息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 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的话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保健国王 好那保健国王代表说 他也会希望说让自己在目前两人之间的这个状态之下 他能够让自己的心思 自己的心绪上面是比较稳定的 让自己暂时不要再那么容易的受到 对说这种感情中的一个影响 所以很特别是 当我们刚刚前面抽到的是保健王牌 代表一个新的想法嘛 然后在前面有抽到的是权杖五 然后再来就是恋人 一恋人跟权杖八 所以代表说 其实这个人他在看待于你的这个人的时候 无论他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对象 或说无论他现在身边 是不是真的有其他的人选 让他一直不断的很犹豫 但是也会因为有你这个人的存在 有与你这个人之间的回忆 所以才会让他在面对说这份情感 面对说这份关系 是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想法 比较会担心你会不会对他会有一些的误解 或说会担心你在对说他的看法 所以代表着这个人他在想到 面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份关系 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 他才会变得如此的谨慎 那也是因为他可能现在是比较在一个谨慎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他会希望说 在自己还没决定好 还没准备好之前 那其实他可能还没有打算说真的要去重新找你们 或说他可能还没有打算说要跟你们恢复联系 那我们就给予双同性恋的你们好了 的讯息 我们来看看说未来三个月内 对方会主动联系我吗 好我们就给双同性恋你们专属的讯息 我们就看看说未来三个月内 你心中首想的那个人他会不会主动的来联系我 我们看到我们的最后一张牌 最终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太阳牌 好那当我们抽到太阳牌呢 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样感情来看的话 他其实蛮认同你们这个人的 所以其实你们在他的心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那但太阳牌呢也可以代表说 当他去离去他的时序 或者说当他去想到关于你们俩之间的回忆的时候 其实在他的脑海里面 他总是会感受到你的存在 或说他会被你曾经那一段期间 你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你所散发出来的特质 或说你可能在为了这段关系当中 所付出的一切 所带给予他的温暖 所带给予他的安全感 在他的脑海 在他的心中依然呢 都还是记得的非常的清楚 他依然呢 在对于想到你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还是觉得非常在意 还是非常的想念着你们 所以代表说 这个人当他在看待于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时候 他蛮希望呢 是能够去把握住跟你这个人之间的这个缘分 虽然无论他现在有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 因为我们刚前面有两个选项嘛 不知道大家是选到什么 所以这边无论对他来讲你们是什么样的缘分 但他都会希望说 两之间就是能够走向一个是和平相处 或者是说不想有太多 不舒服的互动 或者说他会希望两人之间的相处 是比较和谐的 会希望两人之间的相处 是能够有 让这个缘分是能够走得更长 而且他其实也蛮希望他自己的情绪呢 也不要受到你太多的影响 以上就是给选到这一组牌组朋友 你们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对没有帮助 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 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 个人付费账博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那如果说是会员专属的朋友 记得叫去看会员专属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 你目前在对说心中所想的这个人的留恋 是什么呢 好 这边的话 颜羊所为大家抽到第一张牌 月亮 好 那看书选到这组的你们 目前在对说这个关系中的留恋的话 那颜羊会觉得说 这组的你们一定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 或者是说 曾经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们一定做出了非常多的牺牲 或者是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 你们内心当中 一定经历过了非常多的一个煎熬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当我们抽到月亮这张牌的时候 似乎在你们这一组的人 会觉得 或者说曾经也真的发生过 跟这个人之间 其实是会有 比较戏剧化性的相处 或者说是比较戏剧性的 一个事情的演变 或者是说 跟着人之间会有一种 好像仿佛是 好久不见 或者是非常具有 莫名熟悉的感觉 这种熟悉的感觉 仿佛是一种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一个呐喊 或者是说来自于命运当中 所必须要让你们去与这个人 熟悉相似的一段的过程 所以会导致于让你们在面对 或者是说在对说这一段关系的话 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放下 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 对说这个人是去 就这么简单的 忘记掉这个人 所以无论 就是说在对手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无论呢 你们跟这个人之间的 锻炼有多久了 或说跟这个人之间的缘分 是有多久没有任何的联络跟联系了 可是在于你的心中 你依然会常常仿佛感觉到他的存在 或者说你经常会不自觉的 或许想起关于这个人的种种的一切 或说会不自觉的让你去想念 想起对说你们俩之间 曾经所经历过的许多的事情 或者说许多的瞬间 或者说许多的心情 可是杨阳会觉得说 在对说想要这一组的你们 其实看起来对于这个人 或说你们之间关系中的留恋的话 有很高的几率就是 在这一段回忆当中 你的所有的感觉 你所有的悸动 你所有的孤单 你所有的忧愁 你所有在对说这段感情当中 所有种种的任何的感受 其实在你的心里面 依然还是非常的记得的很清楚 所以对于你来讲 无论你跟什么样的人 如果除了他之外 在他之后跟所有人 其他的人在一起 或说跟其他所有 可能你喜欢上的对象 或者说其他追求你的人 其实你会渐渐发现到 不管怎么做 不管怎么样 在你的脑海里 你的心里面 依然会出现那一个人的影子 会依然出现那一个人的 所有的种种的一切 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 浮现在你的心上 所以有时候会让你觉得 自己当想到 或说面对于说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那么坦然的去面对 或说你是没有办法那么坦然的去 处理在自己身边的其他的一个缘分 所以似乎在选招这组的你们 在对于说这感情当中 那个留恋的话 除了留恋这个人之外 你更加留恋的是曾经你们相处的 每一段当下的时光 你所感受到的那些一切 因为或许曾经那个人 所带给你的这些感受跟感觉 是你从来都没有 或说几乎你是没有遇过的 是你没有办法再遇到像这样子 他如何这样子让你产生这种感觉的人 所以会让你在面对说这样的一个感觉 跟感受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放下 所以说的你们是不是看起来 是依然还蛮留恋这个人的 也会觉得说目前看起来 这一组的你们留恋的程度是最高 也是最深的 好我们看到下一组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禁之二 禁之二呢看起来其实在对于你们来讲 本身在对所转感情 你们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 比较像是一种 你心里面对他感觉应该是蛮复杂的 就是你其实会想要真的去放下这种关系 或说你其实会想要真的去 在对说这份感情 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把自己的心思 放在这个人身上 所以其实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 想要让自己在对说这样的一个感情当中 是能够去放下在对说这个人的执着 或说放下对于这个人的念想 或说放下在对说这段感情里面 不应该要有的一些的想法 或说有的一些的感情 可是你们其实会觉得自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 因为有的时候 当你越尝试的想要去摆脱掉 在对说一段关系当中的一个依赖感 或说当你越想要去摆脱掉 对于一段感情里面 自己可能想要去放下的一切 可是当你越努力的时候 会越发现他反而跟着你越紧 或说他反而跟你越来越深 或说他反而是一直追着你不放 反而一直都是待在你的身边 会让你时时刻刻去提醒自己 我好像必须要去忘记他 我不能再这么的去想念这个人了 因为在你们面对说想要这样感情的时候 好与不好的他都会一直不断的浮现 那当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当中 好与不好 水火当中这样子不断的去交错的时候 所产生出来的真气 他虽然就像空气一样 是迷蒙的 看不再见的 可是他却是像空气一样 他是仿佛永远都存在 仿佛都会永远都一直伴随着你 一直不断时时刻刻的去提醒你 缺了时候当你们在面对说这样的 面对他之间的任何的事情或说任何的回忆的话 就算你们可能做出了再多的努力 或说当你们可能做出了再多的事情的话 仿佛你们是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容易 那么轻易的去面对说这样的一段的感情 或说这样子曾经的一个过往 那你们其实呢已经有很努力的想要去重新的调整自己 在面对说这种感情当中的一个心态 可是当你们有的时候又会想到 这种感情中就走到了一个断链 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你们心里面会感觉到有一种非常难过 非常难受 而且会真的很难以去放下 在对说这样的一个感情中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你们会觉得自己曾经付出了这么多种种 凭什么他选择断链 凭什么关系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或说凭什么我所付出的一切就这样子付诸于水流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在对于你们来讲 这段感情里面 你们其实一直都还蛮想念着 曾经那一段会让你觉得是很快乐的时光 可是当你们去想念 或说想起那些快乐的时光的时候 就会想到曾经这个所对你做出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又会让你好像自己又必须要去强迫自己去放下 所以你的内心当中总是着矛盾 总是着煎熬 总是着会让你感觉到有许多不知所措 不知道到底自己应该要如何去面对 或者说去处理这一段关系中的一个存在的 曾经的这一段的回忆 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牌 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螺旋舞 好那当我抽到这张牌呢 就会表示说就如同刚才前面所提到的 这段关系当中曾经所带给予你的伤害 或说曾经对方他在对说这段感情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当中 他所曾经表明的立场 或说他曾经所做的一切 造成你在这一段关系 或说应该说曾经这段关系当中 他所做出的那些的事情 那些一切 影响到了你的心情 也影响到了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本来应该要表现良好的 那些最佳状态而受到了影响 而在那些受到最佳 你的状态受到影响之后 你所做出的一些错误的事情 或说你所决定的一些 对你来讲是比较不利的 一些的行为跟决定 然后影响到你现在的生活 或说影响到你当时的生活的品质 的那样的情形 其实你的心中是真的很难去放下的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 你在本身想到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又会有一个是你放不下曾经那一段辛苦的自己 所以其实看起来在选择这个人的你们 你们当每次想到这个人 或说想到这样的关系 想到他的时候 你们的情感是联动的 除了你在怀念当时的那些幸福的时光 又会想到曾经这个人所做出 或说所对你提出这些 让你感受到非常受伤的行为跟言语 然后又让你在对于说这样感情 你会舍不得曾经那一段辛苦的自己 好 那这段话呢 以上属于在选到这边第二组 你们排组验证牌的讯息 那如果说有符合 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排组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断练中的他 在他的心里面还在意着你的这个人吗 好 这段话也要为大家抽第一张牌 好 这段话所抽到的第一张牌呢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 愚者 好 那看似乎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呢 他看似乎是一个比较爱好自由的人 或者说在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感情里面 或许他本身反正就没有花太多心思 太多的时间 或者是说他的心意呢 一直来都是比较不明确的 所以当你们在面对说这段感情的时候 仰仰会觉得过往的你们 可能应该真的还蛮累的 或说过往的你们 其实在面对说 已经不太可能得到这段感情的一个想法 是一直不断的萌生在你们的脑海里面 或者说这个念头会一直不断的 在你们心里面一直浮现 因为或许其实这个人 他过往跟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经常的让你们感觉到 是比较难以跟这个人是有所靠近 或说比较难以跟这个人之间 是有所接近的这个机会 有可能以前的他 对待你的方式就是比较冷淡 比较冷漠 或说对待于你的方式呢 就是会让你觉得好像这种关系 都只是你一个人在演独角戏 一个人在单纯的付出 两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没有办法双向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性 有可能代表说 这个人他本身的性格呢 就是比较居 不居小结 或说就比较奔放自由 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活在当下的人 或者是他在面对说情感的话 就是觉得既然之则安之 就是他不会太过于留恋 那些不属于他的人事物 那当然对于他来讲 其实他的心里面呢 还是蛮挣扎的啦 杨阳会觉得说 在本身这个人 他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的心中 他是很犹豫 要不要离开你们 当这样讲话就代表说 其实你们一直都还在这个人心里面 但是呢 他心里面对说你的这个人 他依然是有点难以割舍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这张的鱼者牌 他比较特别是 他这张的鱼者牌呢 我们后面不仅没有那只可爱的小狗狗之外呢 那这段关系 那其实他也是非常的 犹豫 然后也是非常的纳闷 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非常的 想要知道说 他到底应不应该怎么做 才是对于自己来讲最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总归来说 他的那一只脚的前面那一双 因为前面的那一只脚 已经踏出那个悬崖的那一只脚 就是他的自由 但是他脚下的这一只脚 已经踩在陆地上的这个脚 代表说是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回忆 所以他现在还有那只脚 他还是不愿意踏看 因为他也或许心里面很明白 或说心里面是非常的犹豫 是有可能当他决定离开了 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 那是不是他就再也没办法得到幸福 或者是说他会不会后悔 或者是他会不会有机会 再遇到像你这样子 这么对他这么好的人 或者是说他会不会 真的能够拥有比你更好的人 或者是他是不是这么做 会让自己受的更严重的伤 所以呢 在以他的角度来讲 本身在想到你们俩之间 你的这个人的话 他心里面才会非常的纳闷 他心里面会觉得非常的犹豫 他没办法马上的下决定 他没有办法非常的认真的 或者说果断的去决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去离开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 那对于他来讲 如果说当他真的决定离开的话 他就不会回头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果决的人 或说他其实在面对说自己的情感 是比较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思 是被太多束缚住 所以呢他会希望说 当他自己下决定的那一刻的话 那他就不想再做任何的回头 他会希望说让他自己是能够不要再受到任何人 或者说自己回忆中的一个剥连 牵引 好 那这件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雨者牌呢 它刚好是有月亮在海上 那刚好你们本身在对说 这段感情当中那个留恋呢 也有出现月亮派 所以代表着 其实在你们两之间的这段 你们两之间的回忆里面 本身在对于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来看 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所以当他才会认为说 如果说他真的决定离开 他会不会后悔 或者说他是不是会对于说 你这个人广的回忆里面 还是依然会有感情 因为他也会担心 如果说当他的心里面 真的下定决心的话 那其实他会很难 在重创关系中去做回头 那如果说他真的下定决心 陷下去的时候 那是完全失去掉了你的这个人的话 不仅他的心事没办法回去 他也觉得你一定没办法原谅他 所以这边是我们这边 所抽到原本的验证牌 跟我们现在这一张 第一张牌这个相互呼应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来为大家抽第二张 应该说是我们的 第一张的补充牌 好 那再换言为大家抽的第一张的补充牌是 保健7 好 那看似乎这一张的保健7呢 代表着其实这个人 他在对于 有点算是说他刻意的 不要去在意你这个人 那虽然我们在一般来说 保健7可能会代表的欺骗 或者是说永不放弃 大概会有这几种的意思 或者说可能会从暗地里做某些事情 那这些仰仰会认为说 其实这边的欺骗是代表着他自己本身 他会担心说他现在所做的许多的决定 可能是他在欺骗他自己 或者是说应该说换另外的讲法是 他可能会觉得他自己是不够诚实的 不够真实的勇余的去面对心里面 现在的一个感觉 所以代表着这个人他现在本身在想到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挣扎的 他心里面其实会有很多让他觉得比较不知道 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 才要办法去让自己对于说你们这份情感 你们两之间的这份的关系 是愿意去做更多的正确的决定 那其实这边我们可以去看到说 我们是给予第一组会员的人 可以去测一下是他目前对于你是什么样的情感 因为你们其实两之间现在已经有一点断联的这个状况 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 如果后面排名没提到的话 你们可以到时候再回去看一下 给予第一组会员你们的讯息 一般复合会讯息 你们会有这个占卜的题目 让我们去做一个稍微简单的测验 那在目前这边来看的话 杨阳会觉得说他其实心里面 更多的是还在摸索 他自己本身在对说你们两之间的这份关系 这份情感 对你的这个人对他来讲 到底是在他心里面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什么样的情谊 因为这个人 他其实一直都认为说他觉得他自己的心思 自己的想法是非常敏锐的 也是会非常正确的 那这时候反而因为你的这个人出现在生活当中 然后两之间相处了 有了许多的情谊 有了许多的回忆 有了许多的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呢 在最后你们两之间现在又断联了 所以原本已经让他已经认定的 或者说让他可能已经习惯的这份的像你这样的人存在 结果就这样子从他生命中抽离的话 其实反而对他来讲 他的心中是非常的犹豫不决 他反而会让他自己到底 应不应该如何去面对于你们 或说不晓得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 才要办法去把握住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份关系 最正确的这个决定 所以对于现在他来讲的话 他现在心里面 因为我这边的乌鸦 他拿了三只的宝剑 他就是脚上面这样子 把他紧抓着 所以代表说 他现在对于你的这份情的话 依然还是有一丝的保留 还是有一丝丝的 是比较不愿去放下的 那剩下的在地上的宝剑呢 代表说 其实他自己本身在看待想到这样的关系 他觉得有些东西是他 可能你们两间相处有他没办法接受的 或说有的东西是他可能觉得 比较没办法原谅的 或说有些东西呢 是他觉得比较难以 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于你们 或说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 为了曾经两人之间的这一段过往 有些让他觉得比较不开心的地方 该如何去做个解释 让他的心中比较好过 所以对他来讲 现在能够成为你的筹码 或说成为你在这段关系里面 所谓他 让他比较没办法下定决心的 是在于 你曾经在关系里面 你们所做出的努力的一切 那但现在你们可能已经没办法做 任何去弥补的动作 或说可能没有办法去做任何 可能想去增加他的 印象深刻的时候 其实有人会觉得说 在现在目前两次之间是 断廉这个状况 那如果说你们两次之间都真是 没有任何的交集 只能透过社群软体 比如说按赞啊 看动态啊 这种的方式的话 会建议你们就是 动态看过 顶多按个赞 那个小爱 那个IG 那个IG的地方的留言处那边旁边 动态的旁边有个小爱心 按那个爱心就好 最多就那样就好 就是你不要再从那个留言处 再按什么东西 不要按什么emoji 也不要什么说好好笑哦 什么这好特别哦 就是跟他确有太多的聊天 因为你要稍微让这个 你要有点时间去思考一下 当他真的下定决心的时候 其实他就去付出行动 因为现在有时候 他看来是有点犹豫不决 然后他现在反而会对说 自己的决定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其实以他目前 现在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你们不管怎样去逼他 都没有用 因为他就是还没决定好 那这时候你们 其实反而是能够 让自己变得比较好 可能你们可以稍微的展现一点 你有多想他 但是也不要做太 就是也不要做太多 反而会让他觉得 会有点有压力 因为这时候你反而 放点空间 让他去思考 他反而是能够 或许想法上面 能够更加的清楚 因为杨阳会比较推广 是在一段感情里面 与其说去绑住这个人的行动 不如去牢牢套住这个人的心 因为当你牢牢套住这个人的心的时候 人都容易会被心的感觉而走 然后就会一直都对着念念不忘 那但如果说两件事在一个四婚年龄的话 那在以社会现实条件当中 可能就比较不会像穷尧小说里面写的一样 非你不可 他可能会宁可选择跟现实生活中 比较能够让他能够有稳定的人 而选择交往或者说结婚 那但这件事还是要看每个人的背景 情况 年龄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之一 所以也会觉得说 在面对说 占卜中的解析的话 会考量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他也会希望在大众占卜里面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 对可能这比较太过于现实层面了 但是这才是生活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的话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三 这个应该是大家现在心里面的感觉吧 好那宝剑三呢代表说 其实他在对于两人之间 目前现在状态 他其实比较没有那么满意的 好那如果说我们回归到原本的 一者牌的话 就代表 就是刚刚前提到 这个人他在对于说 他到底要不要下决定阵性 他其实非常的犹豫不决 他其实在对于说这份情感 他会有想要 让两人之间的这份关系 是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可是他也明白 这个结局已经不太可能去做改变了 除非是他要愿意再回来 或是两人之间能够再次恢复联络 可是 如果说两人之间再次恢复联络的话 已经受伤的心怎么办 或说已经损坏的关系要怎么办 或说这段关系两之间 其实都比较没办法用理智的方式去看待的话 那要如何去经营 所以代表着其实这个人他在想到这份缘分 这份关系 他才会那么的一直犹豫不决 他才会一直那么的痛苦 那他有没有自责 其实他也是有 虽然大众占卜里面 我们比较没办法看说这个人他到底在自责什么 但是杨阳会觉得说非常明确的是 这个人他很自责的是他曾经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 那他可能所做的一些的动作 他可能所对你说的一些话 或说可能对于你使出的一些的颜色 这些的种种 他可能觉得有些地方是他不应该在你身上做的这些的事情 那现在他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己的惩罚 或者说他会觉得是自己目前现在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些的后果 所以目前对他来讲 他自己也明白到说已经受伤的心 或者是说已经 情感已经是如此的破损了 那其实真的要再回到当初的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是有点明确知道说 或许现在你们还是在想到这份感情 或说你在面对说这份关系 你其实是比较不愿去放下 或说你其实还是都一直在等待着他 是能够再次回到 就是让他能够再次回到你的身边 或许其实在这份的情感里面 你曾经是有非常明确的表达你们的立场 或是有明确表达你们在对说这份感情的一个执着度 所以呢他自己也非常的明白 当初的他可能决定锻炼 或说当初你们关系真的决定就这样子分开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的心中是有很多的不实 他的心中里面其实是非常的痛苦 会蛮希望说这份感情 他不敢说要再回到过往 但他会希望说这样感情如果说真的是有机会修补的话 他会思考着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互动 或说不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种关系不要变得那么的伤情 会比较好对亚人会觉得说修补他可能还没想那么远 他可能会有想过但是这可能不会是他最主要的 他反而会第一个想到是我要该怎么跟你相处 我才不会那么的伤情伤感 好这是关于我们第一part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的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的话 看一下对方的心意还在意着你吗 好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力量牌 好那这张的力量牌呢 亚人会觉得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事 这个人当他在对于说想到你的这件事情 或者说在意你的这件事情的话 力量牌代表着他心里面是有在意你 但是他会希望说不要让他自己去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或者说不要让他自己受到你的情绪影响 或者说他不想要再被你牵着走 好那虽然他是这么想了这么讲 但表示他心里还是有嘛 所以他其实会想各种方式 让自己不要再那么的执着在这种关系 或者说让自己是能够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看待 去面对说这段感情 好那这边亚人会觉得说其实这组的你们 对方他应该是认为跟你之间应该还蛮有缘分的 或者说这份感情里面 你们曾经为这个人所做出的一切 其实都一直都有在他的心里 或者说在他的脑海里面是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 或者是说已经让他在对说这份情感呢 他是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放下 比较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无所谓的态度 去面对于你们两之间的这份缘分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段的关系 因为当我们出现这张的力量牌 虽然有可能是代表着说 这个可能会稍微有点冷酷 可能是稍微有点无情 但也是因为他有意识到 其实这一份的情感当中已经成为他心里面 会去影响到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心魔 所以他有时候可能会不时之间会去想到你们 那他想到你们的时候 他的心思他的心绪会比较混乱 会比较不晓得说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于你们两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当他的心思都一直是处于在一个这么混乱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那其实他就也比较不容易真的要下定决心 用一个他真正想去面对于你们的方式跟你们相处 那其实这一边的话看起来如果说 你们跟对方是巧遇 或是说你们跟对方是突然偶遇 或者说你们在哪天突然碰到对方 其实对方会稍微有一点躲着你 可是如果说你震霸光明就直接跟他打招呼 他一定会给你有一点回应 对他会给你回应但是可能就不会到太多 那是因为当他觉得自己现在状态 其实还没有到完全的好面对于你们 但是哦必须要讲 现在以他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面对于你们是没问题 但是当真的碰到的时候 他其实会反而觉得没办法 比较没办法跟你们面对面相处 因为当他跟你们面对面相处的时候 他可能是呢 他的余光视角会只稍微的瞄向你 或说会不自觉想要去观察你在干嘛 的原因就是在于 在以他的角度来讲 他心里还是很在意着你们两人之间 在意着你这个人的 好那看其实选择这一组的你们 你们这份情感真的蛮特别的 因为对方他依然还是对于说 你们这份情感是有抱持着一种留恋 他跟你是一样是有留恋的 只是或许两之间留恋的角度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 好那下一张牌的话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 前壁4 好那前壁4代表呢 其实这人他现在就是不想去做太多的改变 或者是说他不想让你们两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个氛围呢 可能是有太多不一样的差距 他会希望现在的他自己 会想要在他自己的生活圈里面 可以专注在于说 自己现在目前的生活的这个状况 所以刚刚前面才提到说 现在这个人他确实是还没有 想要马上的下决定 是不是要马上见到你 或者说他见到你的时候 确实他的态度上面会让你觉得稍微有点冷漠 或者说会让你觉得 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点对于你有些厌恶 但其实是不是的 他只是单纯这个人在对待于 或者说想到你们两之间的这段关系 他现在目前只是在一个 还没有去能够泰然自若 或者是说还没有办法 那么自然的跟你们相处 他还没有办法用一种比较开阔的视野 去跟你们有所互动 他会比较认为在两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 其实需要的是 先把自己的心思稳定好了 然后等到自己真的可以决定的时候 或说等到事情真的碰到的时候 再去做决定 如果说在他还能够去做抉择的话 他会比较有强烈的意识 会希望说先以目前的现况 或说以目前的生活的相处的方式 才会是最好的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目前算是有一种 我很在意你 但是我却不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 那我先选择对于我来讲最安逸的方式 所以表示这个人 他其实在对于说你的眷恋度 没有那么的强 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很在意着你 那这边如果说眷恋度没有那么强的话 并不代表说不是非你不可 只是有可能因为这个人 他在面对于情感的这个部分 他是一个比较是 喜欢那一种安稳的感觉 因为当自己的生活 已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程度的时候 如果说突然有一个缘分 进入到自己的生命里面 那当然生活中原本的步调 一定会出现变动 那出现变动的时候 心情或者习惯上面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 有一点难以去掌控 那这样就跟原本自己的计划当中 是有点超出了 那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 那么坦然的去处理自己的 情感的部分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的话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 钱币6 好那钱币6呢 你们看这边都抽到钱币耶 好钱币6代表说 有可能目前这个人生活当中的话 他是比较注重他自己目前的生活中的品质 生活中的步调 然后生活中的感受 还有自己在生活当中 现在目前什么对他来讲 才是他最大必须 最主要必须要去经营的 需要去把握的 或者说再也就是这个人 他可能蛮重视 在这段关系里面 过往当中 你犯的错误 你让他觉得比较 不开心的地方 你让他觉得 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你让他觉得 可能是比较 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地方 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 无论你们俩这件事真的都有做错 那当然对他来讲 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的这个部分 你这个人 曾经应该是有做了什么 让他觉得是比较没办法接受的事情 或说说出没办法 说出的 他没办法接受的话 那所以现在他呢 在对于说这份情感的话 他会容易用一种 比较严格的方式去看待 他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 他会让自己不想要 在那么容易的被你受到这样的一个波动 然后受到这样的一个波连 所以他会用 以一种 就是给自己找借口 觉得你就是别那么爱我啊 那你就是 哪里哪里不好 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这么想着你 就是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 我们来给对 给你们加码讯息 来看说浪漫天子神仙卡 要给予你们的指引是什么 好 那这段话呢 一样给大家两张的牌 做选择浪漫天子神仙卡 给予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指引 好 那请大家静下心来选择 对于你们来说最有感觉的一组 那如果说还没有选择好的话呢 就请先按下暂停 那如果说已经选择好话 我们就从左边的开始 选一张就好了 好 那这样子我抽到的是吸引力 全然的享受当下 你吸引到浪漫的爱情 所以代表说其实会对于已经断链状的关系的话 杨阳会 呃 应该说浪漫天子神仙卡会建议你们说 对于说感情这件事情的话 你们不应该去追求一个已经断链的这个人 而是反应该享受现在目前你们当下生活中 所有的美好事物 无论是亲情友情都好 或者说你喜欢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让自己去做 其实当你们去做 你们所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你们本身的魅力就会非常的强大 好 然后在右边的部分 右边的话我们最重要是了解彼此 向对方展露内心深处的自己 你们连结会加深 那这种情况我们因为跟对方断链 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了解彼此 所以代表说你其实可以透过已经断链的这个状况之下 让你们自己也去重新思考一下 自己到底是真的很爱对方 还是说这人到底是真的适合自己 那当如果说有机会两间再次的恢复联络的话 你们才有可能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然后让对方危机能量 那或者说让对方 你用一个正确的方式跟对方相处 或许对方他会更加的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更心意来去了解你们这个人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是给予你们加码的讯息 好 那这关于我们第二part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part 第三part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酒 好 钱币酒代表说 目前这个他确实还没有准备好 而且他算是有一种 还蛮活在自我的想象当中 蛮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他不太愿意去做任何的变动 或者说他不太愿意去做任何的改变 他对于说自己目前生活中 他的模式呢 他是蛮享受的 或者说他是比较喜欢的 他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所以这组的你们也会觉得 你们要去推动这种关系 或者说想要去等待这个人的话 通常会比较不建议你们这么做 因为如果说当你们这么做的话 我们也不太能够确定说 对方他到底多久 他才会回来主动找你们 因为必须要等到他心情准备好 或者说等到你们两之间的 这个缘分的命运之轮再次开启的时候 才有机会让这段感情是能够向前走的 好 那不然我们就给予会员你们专属的讯息好了 一般付费会员 我们来看看说 你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命运推动这段关系 好 我们就来看说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们的 你们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才有办法让命运去推动你们两之间的这段的关系 因为其实看起来这段是不想动 对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 他这种就是一直在犹豫不决 他一直不想动 一直不想动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怎么做才好 好 这样我们所抽到的是圣杯石 圣杯石呢 代表说有可能现在目前他生活当中 他的人情事故 他的人际关系是让他觉得舒适的 是舒服的 或者是说他现在觉得身边可能是有一个蛮重义的对象 或者是说他身边可能有其他的人选 让他会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然而现在我就给双同性面的你们的讯息 我们来看看 对方他目前心里有其他的对象吗 对 就是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他目前心中有没有其他的对象 就是因为其实圣杯石这边就有分很多种含义 那又是音乐道抽到的是前币酒嘛 代表说这个人他其实在对中目前的感情当中 他其实是蛮享受的 或者说他比较不愿意去做改变的 他会比较想要去想 对说目前的人际关系 目前的感情他是很喜欢的 不想要动的 那因为圣杯石他本身就比较是偏向来说是家庭的含义 那如果说是大众三部 也会认为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讯息来去做更深的一个深入 可能才会更加的去 比较容易能够有一种客观的角度来去解析这一次圣杯石出现的含义的状况 好那我们看到下一张牌所抽到的是前币三 前币三代表说现在他目前生活就是比较稳定啦 然后目前他生活当中 他人际关系应该真的还不错 那大家可能都会喜欢找他出去玩 或者说大家可能会找他去做某些事情 或者说他可能也会给他自己找一些事情来做 或者说让他自己许多的专注力 会比较放在是一种有成果有成效 然后再次这个一个蛮大的改变就是 现在他可能会用跟别人多交流多接触的方式来去忘掉你这个人 或说来去让自己放下在对于这份情感 这一段关系里面的一个执着的程度 所以代表说这个人他目前在对于想到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份关系 这份的情谊的话 他是在一个比较以自我感受为主的 这个的心境心态 来去面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份的关系 所以其实目前的看起来 因为不知道他现在心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人选 但是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是 他不讨厌目前的生活中的人事物 所以这边就可以反之说 代表着他在对失去你的这件事情 他并不会因为觉得失去你而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难耐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比较难过的一个形容的方式 以上就是可以选到这组排组朋友 你们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对没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订阅 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博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那如果说是会员专属的朋友 记得就要去看会员专属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排组的朋友 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 你目前在对于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的留恋 是怎么样呢 好 这话也要为大家抽到了第一张牌 那首先我们这边所抽到的这张牌呢 是静之国王 那静之国王的话 似乎看起来在选到这组的你们 你们在对所有关系当中 你们的留恋的话 似乎有可能这个人曾经 他这个人人格特质 或说他的外表 他的外貌 他曾经所对你们说过的话 成为让你们在对说这一段关系 或者说在对于这个人 是比较没有办法让你们去放下的 好 那如果说是言语的话 有可能这组比较特别 这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在于说 有可能这人曾经所对你所说的那些的话 是比较不好听的 或者说是比较重伤你的 或者说会让你觉得是比较心灰意仁的 所以这组会仰仰会觉得说 虽然你们想到这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外表 他的外貌 他的样子 是让你们会觉得心花怒放 或说会让你们不自觉 对这个人是还是依然产生 还不错的好感 可是每次当他 当你想到他曾经对于你们的态度 或者是说他曾经所对于你们的方式 或说他曾经这个人所对于你们 说出的那些的话 或说他曾经所对于你们 可能在他最无情吧 以你们的角度会觉得这个人蛮无情的 或说以你们的角度 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不好沟通 不好相处 就他曾经非常龟毛的那些种种的一切的回忆 所以成为了你们在对于这样的自己 却能够应该说现在应该说曾经的自己 能够接受这样的人 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你觉得说当时的自己怎么会这么对于这个人 是没有办法去放下的 结果现在你们也还是一样 因为对你们来讲 其实你们因为对于说这个人的外表外貌 或说他那种比较高冷的性格 那样的个性 你会不自觉受到这个人的吸引 就算你自己其实也会觉得 这段关系曾经是比较不健康的 或说曾经在这段感情里面是 比较不适合走得太长远的 比较需要让两个人都保持在一个距离 你虽然都这么想 可是呢实际上跟这个人之间互动相处当中 曾经的这些种种回忆这些的一切 在你们心里依然是没有办法去放下 你们依然还是会不自觉的想到 这个人状态关系 而且或许曾经这个人对待于你的方式 是你愿意降低你的底线 或说你曾经为了这个人 你一直不断去讨好他 你一直曾经不断的想要去维护好这段关系 所以你一直不停的去容忍 他可能所对于你说 或说所对于你所做 或说所挑衅你 或说可能看不起你的那些种种 你都忍下了 可是却也没有想到说 目前两人之间的状况 依然还是如此的不明朗 所以呢你其实当想到 那一些曾经让你觉得 比较痛苦的回忆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自己是蛮卑微的 所以你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对于说 这个自己的卑微感觉到非常的难过 可是又会因为这个人外貌的特质 或说这个人性格 他在某些部分上面是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或说是符合你可能在对说 喜欢上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但只是没想到他这个人的劣根性是比较强的 是比较重的 所以导致于让你们是才会这么的难以去释怀 在对说这种感情这种关系 或说对说这个人的想法 然后但是有的人可能真的蛮 对说这个人的才华 或说这个人在对于生活中的人事物当中 是可能比较有手腕的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他在能力上面 他才华部分 或说可能在对说许多事情的判断性 理解性或说公通能力 各种的状况 这个各种的条件之下 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是还是蛮值得去仰赖的 或说会对说这样的特质的人 这种有能力的人 你会不自觉的受到他很多的吸引 所以呢在面对说这样的一个情感 这样的关系 或说面对他 你才会很难的去放下在对说这份感情 或说对说这个人的一个好感的程度 好那我们看到第二张牌 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卷轴骑士 好那这张牌呢代表说 在对于说这样的一个关系 或说这样子的这个人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们心里面 也会觉得在对于你们来讲 可能你们对于说他的留恋是在于 你们曾经可能单恋他的那段时间 也就是说你们在对于说 曾经单恋的那段时间当中的 一个心情上面的启程转合 或说心情上面的一个波连 或者说在对于面对他 心情上面不同的一个静 那种心中的感觉的转动 其实你们会真的很难以去放下 因为看起来似乎你们是蛮享受当时的那一段的时光 从原本的单恋 从原本的朋友 再到后面的单恋 或说到注意 然后再到喜欢上 然后再到后面跟他有机会接触 然后变得跟他是更加的深远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你们在对说这份情感 对说这个人 你们才会产生更多 让你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一段的过往 然后再来就是你们会觉得 曾经等待他的那段时光 也让你们有所成长 所以你们其实会反而在对说这样的自己 或说那样的他的一个性格 会让你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放下 因为你们也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人他本性是不坏 然后也会觉得他曾经也是教导了你们很多的事 或说曾经跟你们分享很多的 他自己的想法 也带领你们变得更好 所以也会让你们在对说这个人 或说这样对一个关系中的状态 你们才会觉得 其实这一切是你觉得很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事情 或说会让你会不自觉想要去更加贴近这个人 那当然在面对说这样的关系的话 其实你们也知道说 自己的心态可能是没有那么健康 或说你们会觉得说 这样自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可是又会因为这个人 他的一个这样的样子 反而会让更加的去吸引你们 所以有时候你们也会对说 这样自己会感觉到非常的困惑 或说会这样的自己呢 感觉到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 可是也是因为这个人这样的特质啦 所以才会让你们会有更多的想法 更多感受在专注于这个人身上 那仰慧觉得说 这一组的你们 其实面对说这份感情 你们应该心情上面是蛮复杂的 其实你们也知道说 这个人他本身的样子 样貌 或说应该说他这个本身的状态 是比较不适合你们的 可是这算真的不是 你们心情也是非常清楚知道 可是你们心里面的感觉跟感受 还是依然会去向着他 会去想到这个人 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坦然的去放下 在这份的一个关系里面 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牌 其他人所抽到的是死者是神 好那这种话呢代表说 呃在对说这样的一个感觉 或者说面对说这个人的话 其实这个人或许他的一些曾经的神秘感 或者说他曾经这个人比较不容易被他人给掌握住 行中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这个人本身所散发出 比较不容易去靠近去理解 或者说比较不容易去 呃更加接触的一个氛围的一个人 反而让你们会一直不自觉的想要去更加的投入 或者说会让你不自觉受到这方面的吸引 所以对于你们来讲 或许是你们自己本身也很想去看清这段关系 然后你们也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助力 太过于放在这个人身上 然后你们也是非常的 比较没办法去放下的一个点 是在于说跟这人之间的互动相处里面 这个人所对待于你态度上的转变 其实你们会相信 或说你们其实会认为 如果说以他的那样的一个性格 或者他那样的对待另外一半的方式的话 你会觉得其实自己是幸福的 你会觉得其实跟那样的人相处 跟那样的人互动 跟那样的人进一步的接触跟交往的话 你会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是说在对于你来讲 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人本性是没有到那么糟糕 只是可能他真的不够喜欢你 或说他可能在这种关系里面 是真的比较不够的去在意你 或说这份感觉是不太多的 所以才会让你们对于说这样的一个情感 是有太多不一样的想象 不一样的想法 好那这样的话呢 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部分 那如果说有符合 或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 你心中所想着那个锻炼中的他 他还在意着你吗 好这边话 芽芽为大家抽第一张牌 好这边话我们所抽到的第一张牌呢 是权权六 好那权权六这张牌的话 杨阳会认为 其实对方他的心里面呢 却是还在意着你们这个人的 或者是说他其实有时候还蛮容易 会去想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曾经的 这一段的过往的种种 但是当我们抽到这一张的权权六 其实就也跟着代表说 在对于你们的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 应该是从朋友开始做 应该是说大家都一样了 但是应该说你们这边朋友做起的 原因的因素是 他自始至终很高的几率 都是把你当成他最好的朋友 那如果说曾经是有交往过的人的话 那第一个是有可能他把你当然是 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 可是他应该有跟你明讲 或说在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 你应该会觉得 他对于你就只是比朋友再好一点点 但是还没有到恋人的程度 在你心里面的感觉 你其实感受力是还蛮强的 就算他没有明讲 你们也知道 然后第三个话就是有可能 他在跟你的互动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他对待于你的方式 其实跟他朋友状况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认为 其实跟人之间的互动相处里面 你经常会觉得自己其实不太能够了解他 到底真正是什么样的感情在面对于你们 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其实在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 他究竟是把你当成另外一半 把你当成对象 还是说把你当成比较要好的朋友 还是把你当成是一个他的仰慕者而已 因为这一组的人的话 其实看起来你心中所想的他 他其实或许本身是一个自信性还蛮足够的 或者是说他在爱情的部分上面是比较不缺乏追求者的 或者是他在面对于感情的部分 他是非常的明确知道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感 什么样的相处的模式 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因为在对于他的角度来说 在面对于情感的爱情的部分的话 在他的心中 其实他 他其实一直来都明确知道说 他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情 什么样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说自己喜欢上个什么样的对象 他心里是非常明白 但是偏偏这一组的人是 他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 跟他真的要决定交往的人是不太一样的 的原因是在说 他明白知道 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眼光还蛮差的 所以蛮容易会跟不适合自己的人交往在一起 那跟不自己 跟自己觉得很有感觉的人尝试了交往之后 其实反而是有种相爱相杀的状态 所以他或许过往的经历当中总是经历了这一些 或说他总是遇到这一些让他觉得 比较不是那么好处理的感情的模式 或说比较不是那么好经营的感情中的一个过往 所以导致说让他在日后再面对处理自己的感情的话 会容易选择自己比较没有那么爱 或者说比较爱自己 自己可能比较对对方感觉还好的人来去选择当他的另外一半 那当这样的状况之下就会容易让被交往的那一个感觉到 一开始其实蛮开心蛮幸福 可是随着时间久了 对方对自己反而没有太多的改变 或说反而没有像那种很幸福该要有情侣该做的一些的小动作 或者说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甜蜜的互动 就真的有点像是比朋友才更好的那种的一个行为的模式 那这边也是在于对于说 在对于你们已经锻炼这个状况 其实对方他在对于想到你这件事情 或说对于你这个人的话 他心里面是很在意没有错 而且他会认为 你们两之间互动 如果说没有牵扯到关于爱情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蛮适合当最要好的朋友 或者是说他会觉得你们两之间一定会非常除得来 只是他会觉得两之间如果说一旦切成上爱情的话 这份感情这份关系就没有变得那么的纯粹 就没有变得是像如同他心里所喜欢的 所向往的那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这个人他其实蛮容易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或说他容易会有一种自信过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导致于说让他其实在面对于你们这份感情的时候 你才会经常感觉到 好像仿佛很多的事情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去经营 或说好像仿佛很多的感情中的细节 或说你们之间相处的方式 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一切 他对于你的情绪比较没有去承担 或说比较没有去安補 或说他在跟你们相处的方式 是比较没有做太多 可能会让你觉得是在对于说爱情这个部分 必须要该去做的一些的行为跟一些的小动作 跟一些体贴关心该要有的可能都比较没有 因为这个人其实他看起来本身在对于已经 当初的对待你那样 就是当初已经那样子对待你了 所以现在断练了之后 其实他反而对待你的方式就只是一种 可能曾经交往过的人 或说曾经可能喜欢过自己的人 或说曾经在对说这份情感里面 自己可能不是做出最正确的一个人 所以对于他来讲 现在他会比较想要的是 可以跟你继续当好朋友 或说可以跟你继续保持着联络 保持着联系 可以跟你有个比较愉快的互动的模式 比较会希望说两之间的这段关系 不想要有太多一些不愉快的过往 或者是说也不想让两这样的关系 变得如此太过于复杂 好 那看失误想要这段你们呢 对方他其实现在 心里面是在意你们的没有错 但是他心里面所在意的点 的那个重点 跟你们所想要的那个就不太一样 好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牌 看有没有更多的讯息可以给你们 好 那下一张牌 这张牌 这边所抽到的是教皇 好 那教皇这张牌呢 嗯 这组的你们 呃 原来会看起来觉得 这组应该曾经有交往过 或者是说高度暧昧的人是比较多的 好 那这的话如果说 在对于你们两之间的关系的话 呃 就算你们真的是没有交往过 或说没有高度暧昧也没有关系 因为表示说其实这个人 他会觉得你们两之间仿佛就像是 好 很久都没有见面的 一个灵魂伴侣 灵魂伴侣 有的是像 嗯 应该说灵魂伴侣不一定是指说 跟爱情有关 有时候可能是会跟另外一个 自己的感觉很有关系 或者是说会觉得跟 呃 自己是非常有磁场相互 呼应的一个人的关系 所以这变化灵魂伴侣 我们比较没有用那么狭隘的方式 去做解析 因为这个人他会觉得 就是好像仿佛跟你见到你 像是有那种一见如故 或者是说会觉得跟你相处 互动过程里面 他能够感觉到很多一个不一样的氛围 或者说会意外的跟你相处上面 是非常合得来的 或者说跟你相处上面 会意外的让他感觉到 呃 两人之间的互动当中 其实是有非常多值得 让他会想继续一直不断的 跟你互动的这种 呃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似乎在对于 选到这一族的你们来看的话 有可能你们跟这个互动相处里面 你们应该曾经有体验过 有感受过 对方为什么莫名会对自己觉得还不错 或者说你们两之间当开始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联络联系 或者说两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交集 或者说可能还不够认识深 可能对方却是意外的很主动 会想要多听你说话 或想要多跟你互动 或想要多跟你聊天 或想要多跟你出去 很多的什么样的事情的状况 都会问过你们的意见 明明你们两之间可能比较没有太多的情谊 的基础 可是好像仿佛对方见到你就会有一种 是一见如故 或者说好久不见 家人的那种感觉 跟氛围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因为对方他在对待 或是想到你们这段关系的时候 或说面对 应该说他面对你这个人的时候 会有那种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去放下 在对说这份感情当中的一个牵挂 他会不自觉的总是好像一直觉得 跟你这件事很有缘分的 或者是说会不自觉的一直想要去多了解你这个人 所以表示说这个人他当初面对你的时候 他是很容易跟着他的感觉走 那他自己本身或许可能也没有想到啦 没有想到 就是他没有预测到说 后面你对他会产生比较特别特殊的感觉 那当初他在对说你们这样的一个相处感觉的时候 如果说两个之间喜欢的性向 是属于都是异性的话 那表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 是可能一开始会有机会 会有那种迸出蛮特别的火花 应该说两个之间喜欢的性向是 有那种相互呼应的话 例如说两个之间都是同志 那两个之间都喜欢同性 那当然就会有相互呼应 那如果说两个之间是异性的关系 然后两个之间喜欢的性向都是异性 那也会有相互呼应 可是如果说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们之间的性别是同样的 结果两个之间喜欢的性向是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他对你的感觉 就会有这种很像家人的感觉 就比较不会像是有那种爱情的感觉 所以这边我们可能要依照不同的 性向跟性别的方式 会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 再请大家帮羊羊留意一下 好那这边的话呢就代表说 其实这个人他会觉得 因为两之间是很有缘分的 是很有那种吸引力 是很有莫名的魅力的 所以在对于说这样的一个情感当中的话 他是比较不太愿意那么轻易的去放手 他会有的时候 他对待你的方式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点太过于武断 或者说他可能会有点想要霸占你 但他霸占你的话对他来讲 他只是会希望跟你互动相处 是因为你可以多把时间放在他这个人身上 他只是单纯的 很想要你这个人都陪在他身边 但他却也没有想到说 他这种可能比较想去霸占你的 这样的一个面头 或说这样的行为的话 会让你对他产生这么多的依恋跟依赖 所以其实他现在还蛮常容易会去想起 曾经你们两之间相处的各种过往跟点点滴滴 亚洋会认为说在这三组里面 这一组的你们是对方唯一想起来最特别的那种的氛围 因为其实他曾经也在摸索 他对于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 或说他曾经在对你们两之间的这段缘分 他应该要如何去定义 这是他曾经在你们两之间的互动过程里面相处当中 他觉得是自己一直都想要去探索 或者说想要自己一直去摸清楚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来看到为大家抽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 好 你要看一下它的两个是正面 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酒 好 那宝剑酒呢代表说 其实当他在对于想到你们两之间的这一段关系 你们两之间的这一段的过往的话 他其实是一直都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正确的角度 去理解 去思考 或者说去看待你们两之间的这一段缘分 这一段的关系 看待你这个人 所以代表说你们两之间无论现在断联了多久 这个人他想起你的频率非常的高 而且他想起你们过往生活当中的细节呢也是非常的多 那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讲就觉得说 那他这么想干嘛不跟我做联络 他直接来问我不就得了 他不直接来跟我相处 那他不就可以马上得到答案了吗 我就可以马上回到他身边 就这么简单 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这个原因就是在于 第一个是 他 我们刚刚前没有抽到的是权杖六嘛 代表说他本身在对于想到这样的关系的话 他会觉得如果说我会来找你的话 我可能要对于你的情绪负责任 可是我对你的感觉可能还没有到 我想要对你的情绪负责任的那样的一个态度 那这样的话他会觉得 如果说我会来找你 那你跟我去做索取你所想要的这个态度的话 我没办法对应你 你没办法让我觉得相处上面是轻松的 不太可能是我所想要的相处的模式 那我会来找你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说对于我来讲 可能这段关系当中 是我比较是不太愿意去承受的 或者说我不太想要去面对到的 所以因此呢 在对于说你们两之间的这段关系 这个缘分的话 那对于他来说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还没有到那么多 想要去面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或者说那样的一个氛围 然后再来就是或许这个人 他在对于 面对你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种压力 是他会担心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他 或者说他会不晓得自己应该要如何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 去跟你们相处 或者说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开这个头 所以就很像是说两之间因为已经断联了 是已经没有那份的羁绊了 是已经不太熟悉了 所以反而因为不熟悉 没有那份羁绊在 所以反而会不知道说 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跟对方相处 或说不晓得自己应该要如何 才有办法跟对方有更多的互动 要怎样的相处才会有更多的 最自然的方式去经营这段关系中 或说经营这个彼此之间情营的模式 这个是对他来讲 是比较难以用他觉得最自然的方式 去面对于你们 其实这边可以代表说 或许其实在对于这份感情的话 他自己本身想到这份关系的时候 他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 他没有办法用他用 想要对待其他人的方式面对于你们 因为他的心情还没准备好 所以他会觉得 比较不想要去打乱 在对说这段关系当中 目前的一个和谐的程度 所以亚人会觉得说 其实在选择这组的你们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真的心里面满在意着你们 只是他在意的方式的话 会更像是一种 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的感觉 可是又偏向有一种暧昧的 情感在这个里面 虽然他对你的情感没有到那么多 可能跟你的状态有点不太一样 可是对方是蛮在意你的 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的话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 顺悲国王 好 那顺悲国王的话呢 就代表说 在对于这段关系 或者说面对于你们的话 那对方呢 他其实会对于你们呢 他会还蛮想要 在跟你们有 维持在一个和谐的 关系的程度 然后他也会觉得 如果说当两间恢复 联络的话 那么他应该要 对于这段 已经断联的关系 要给予你一个 态度出来 或者是说 他可能也必须要 要让你们明确知道 明确的明白 他在面对说 这份情感 他用什么样的态度的方式 才是最好最正确的 所以如果说 当这个人 他有一天 真的愿意 主动的 回来找你们 或说他真的 有一天 主动的愿意 来去跟你们 互动相处的话 那代表这个人 他在面对说 这份情感的话 他是已经有 自己一段的想法 所以这段关系 无论你们 曾经断联了多 应该说 你们现在断联了多久 你们在对方的心里面 依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存在 依然是一个 让他比较没有办法 去放下的 一段的情谊 或者是说 会让他想要再继续 让这段关系 是会有想要 再有一个更深入 或者是说 更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是说 会有想要 让这段关系 是有一个 特别的未来 那但这段关系的未来的话 多特别 就要看你们两个之间 后续 如果说恢复联络 那他的准备是如何 因为如果说 当初现圣杯 这张的圣杯国王的话 代表说 其实这个人 他在对说 这份感情 这份关系 对你这个人 他的 想要的关系 的相对的模式 或者说这份情感 他的主观意识 非常的强 所以 面对说 这份感情的话 其实还是要看说 究竟这个人 他在面对你的情感 到底后面 真正的演变是如何 对 因为 如果说他后面 决定要跟你当朋友的话 他跟你在恢复联络 你们终究也只是朋友 是不太会有机会 再进一步的往下走 因为他 本身在特别面对 所感情的这个部分 能际关系 相处的部分 他会希望说 能够给予身边的人 是完全的安全感 能够给予身边的人 带来更多的保障 所以这时候 养人会就比较担心 是 会不会这个人 现在身边有其他的对象 因为我们这边 都一直提到说 他现在其实本身的状态 更像是一种 他面对你的话 是把你当成是一个 可能曾经还不错 相处的人 或者是说 曾经让他觉得 是还蛮有缘分的人 那这些人会觉得说 你们可以去参考 第二组的双同性恋 你们会员的讯息是 对方目前心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对象 或者是说 第一组给予付费会员 你们专属的讯息是 他目前 对于你是什么样的情感 这些都可以让你们去做 一个对于说 第三组上面的一个参考 所以如果是会员的讯息 你们记得去 看一下去稍微听一下 可能对你们来讲 比较有帮助一点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 我们第三组这边 那代表说 其实在面对说 圣被过亡的话 其实对方他 在想到这份情感的时候 当他真的下定决心 就通常很难去做转变 那杨杨会觉得啦 其实在选择这一组的你们 呃 有可能对方 他应该在面对感情 他应该是属于 蛮专情的 只是在他还没决定对象之前 他会一直不断去做比较 或说他可能会容易的 一直去做多尝试 可是如果说 当他心中认定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永远都会 以那个人摆第一 或说他就会都 一直想去呵护着那个人 对 杨杨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人他本身是不错 只是在他还没稳定下来之前的话 是比较难以能够去推动这段感情 或者说比较不容易能够去绑住这个人的 比较不容易可以能够去探索到 究竟这个人面对于感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好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张的补充牌 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 好 这边所测试这一张牌 好 那这的话呢代表说 其实在对于现在的他来看的话 杨杨会觉得说 有可能现在很高的几率是 他现在身边的对象应该是 就是说蛮多的啦 或者说可能现在的 他是在对于说这一份的 对于说你们这种情感 会更像是一种 偏向是怀旧 怀念 或者是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或者是会让他 对于说这份情感 会有许多的无法去割舍的 曾经过往的这一段关系 对 因为这边的话 当我们抽到这张牌代表说 本身这个人他去看待 或者说想到你们两之间的 这个缘分的话 你的这个人 因为你们曾经所做出的 这些的种种一切 刚好都有符合到 他所想要的 或者说刚好对他来讲 你们这些的一切都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 要回归到原本抽到的那一张 教皇牌一样 因为他觉得跟你这件版就很有缘分 所以其实无论你做什么 他其实基本上都觉得是蛮不错的 就是说不会有带太多有色的眼光 不像是前面的 不知道是哪一组了 好像觉得做什么都不见得是对的 还是要做对方式 才有办法去吸引到对方的助力 但这组的人不是 这组是你们不管做什么 基本上都能够去吸引到对方的助力 而且都能够让对方感受到 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而且你们做什么事 可能不一定都完全是能够符合到他的心意 但是他在对于你们的包容的程度 或说对于你们容忍的程度 是相当的高 因为他就觉得跟你相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 跟你相处就是能够让他感觉到比较放松 跟你互动就是能够让他觉得自己是有充电的 是很能够放松很能够做自己的 所以他本身在对待于你们 面对于你们 他的态度本来就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对这是我们对于说抽到这张牌卡的话 我们所给予你们做个补充解释 因为他在面对你们就已经包含有自己的私心了 所以其实在回归到现在他来讲 他其实还蛮常容易会去想起你们曾经相处的各种 你们所为他做的一切 所以这边就很高的几率是 你们送给他的东西 他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丢 而且他其实还蛮常会容易拿出来用 拿出来看 那这一组的话 我仍然会觉得说 如果说我们曾经有照片 或曾经有对话的话 其实对方有时候还是会拿出来看一下 会去怀念一下 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的补充牌 好下一张的补充牌的话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吧 好那当我们抽到这张牌的话 代表说其实现在他呢 在对于说这份情感的话 他还是会想要先维持在现况就好 他在对于说这份感情 他还没有想到说是要再往更深 就是要往交往 就是说交往啊 结婚啊 跟你这个人之间这种的太深入的关系 有承诺性的关系的话 他事实上是还没有准备好的 也还没有想到那么多的 所以现在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 痒痒会认为 其实你们彼此之间需要的是 用一种最放松的心态去看待 因为这个人他目前其实就是 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他在对于说这份情感的话 他其实就真的把你们看得很重要 但是就是因为他也把你们看得很重要 还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 去用不同的 不同的心情去面对你们 所以现在他有可能 现在的人事物已经稳定了 而且他现在可能也是蛮享受 现在身边的人际关系 对那这边是还台面上 比较没办法确定说 他现在身边是不是有其他的对象 会建议你们可以去参考 我们前面一二组的 里面所给予大家的讯息 可能会有更多的补充的内容 可以让你们参考看看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人 他蛮明显的动作就是 他面对说情感的部分 他应该其实对最后其实面对于你 他其实还没有打算要做一个太明确的动作 还没有打算要做出非常有承诺性的行为 来去处理互动两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 好我们这边先把第二排部分先收起来 来看到第三排的部分 第三排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骑士 好那宝剑骑士呢在这边就代表说 其实在面对说这样的这份情感里面 面对说这份关系当中 目前他在对于想到你的这个部分的话 刚刚前面提到他真的蛮常会拿出来看 但是他就是想到时候会拿出来 他不会有事没事就把它放在旁边 他像是一种我想到了就拿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完之后我又放回去 我看一下就把我的视窗给关掉 就是说他可能有想过很多次的念头 他想要主动找你们 他可能会想要主动的跟你们有互动 他会有可能想要主动的跟你们有进一步的交流 想要知道你们的现况 对那这边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羊羊是给予第一组你们的双同心的讯息 我看看说未来三个月内 对方会主动的与你做联系 那没关系 我们这边的话 来去给予会员你们的讯息是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他有没有偷偷的观察你 对我们来看看说 你心中想的那个他有没有偷偷的观察 因为亚羊会觉得说这一组的人应该有很高的几率 是他有可能在偷偷的观察你们 想要知道说你们目前的状况是如何 但亚羊不太能够很确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 哇这也是下一张牌 下一张的补充牌 好这张的补充牌呢 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二 所以前面我们会去呼应到我们前面的保健八一样 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说 他在意你的没有错 但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做任何的决定 他可能也还不想要有太多 对于说情感上面的互动的行为 或说面对说这份情感的进一步的深入的了解 进一步深入的承诺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他反而在面对说情感当中的这个状况的话 他想要先现在自己的状态之下去做维持 或者说让自己现在这个情况 不想要做太多其他的动作 他会想要先让自己的生活稳定 让自己的心思比较稳定 让自己的心绪不要受太多的波动 那等到他真的决定好了 或者说等到他真的考虑好了 他可能就会有考虑要主动来跟你们互动 但是仰仰会觉得啦 这一组有可能有很高的机制 是对方主动找你的状况会比较少 可能要看说有没有机会是命运推动 那当然因为你们本身这边是有教皇牌出现过嘛 所以代表说其实这种关系是蛮有机会 有命运推动 再加上对方刚好有想要主动的心思 那对方可能刚好抓到这个机会 那可能就会想要多去做一些更多 他觉得是值得的行为 对 那这边就可以看说后面他的情绪 有没有可能演化成不同的情感 不同的爱的可能 好这所抽到的是保健石 那保健石呢代表说 其实他 他在对于说现在目前自己这个决定 他也知道现在目前的状态是不是很正确的 或说他现在目前想到你 结果是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行为 更多的互动 更多的交流 他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蛮可惜的 所以本身这个人他在对于说你们两人之间断联的这个状况 他比较没有那么的满意 但仰安会觉得算是保健石 并不代表说他很后悔 而只是说他在对于说目前这个状况下 是比较不满意的 但是会比较好奇是 他到底有没有偷偷观察你们 仰安会觉得说应该有很高的几率 他应该是有在偷偷的观察着你们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边的话就给双同性恋你们专属的讯息是 对方他有没有幻想过和你交往 好我们再看说对方他有没有幻想过和你 不要好我们就想说幻想过和你恢复联系好了 恢复联络对 我们来看他有没有幻想过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那如果有幻想过又会是什么样的那个场景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我们就从塔罗牌的给双同性恋你们的讯息 来去看一下对方曾经有没有想过 关于你们两之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在对于说选到这组的你们 其实会有蛮多的补充讯息 是你们蛮值得去看一下 或者是说可以蛮值得去做这部分的确认 好那我们一样再给予这组的你们一个加码的讯息好了 我们就来看看说浪漫天使神与卡 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给你们好了 好也来为大家抽两张的牌卡 看一下浪漫天使神与卡 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给你们呢 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两张牌了 好请大家静下心来选择对于你们来说最有感觉的一组 那如果说还没有选择好的话就请先按下暂停 那如果说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就从左边的开始 左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你值得爱你是可爱的 那这边其实杨阳会觉得说在对于这张的神与卡墙告诉你们 在选择这组的话你们要先懂得学会爱自己 先把你们自己成为你们最想成为的那一个人的那个样子 当你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 其实真正属于你们的爱一定会来到你们的身边 所以你要先学会懂得爱你们自己 那跟享受当下是不一样的 爱你们自己跟享受当下是不同的感觉 所以你要先懂得爱你自己 你要先觉得自己在自己先活在爱的世界里面 你才有办法得到别人所对于你的关注对于你的爱 好我们看到在右边 右边的话这些所抽到的付出努力 美好的爱值得你依循内在的引导逐步采取行动 所以代表说当如果说在面对自己所想要拥有什么样的爱情 或说自己想要拥有什么样的感情的话 你一定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努力 或者说你可能在面对说自己心中的感 你要遵循自己的感觉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 不要让自己心中有抱持太多的遗憾 或者是说让自己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悔恨 那不然有一天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机会再次去挽回的话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可能很难可以再次拥有你们所想要的 对所以会希望说这种的你们 其实看起来不管是哪一章啦 就是你们要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茁壮跟成长 成长才有办法让你们得到你们深圳说可能想要拥有的一份的情感 好那这边的话呢 希望说选到这组等你们 杨阳会希望说你们可以慢慢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份的情感的正确的道路 以上就是给选到这组排组朋友 你们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对没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杨阳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博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有杨阳的联系方式 那如果说是会员专属的朋友 记得叫去看会员专属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